安利不渡 顾过劳 安全职场 没烦恼 安全职场 没烦恼 民众变装成不同角色走上街头 高喊心中的不满 众多医疗人员于22号集结日立法院前 举办医疗劳全大游行 活动结合问圣节 将高压的工作环境比喻为地狱 控诉现金的医疗乱象 争取劳工权益 如果像一般的游行的方式 我们会觉得有些人他是不敢出来的 所以希望用比较轻松有趣的方式 然后鼓励大家一起站出来 第一线医事人员与此次游行提出四大诉求 希望政府正视医疗人员过劳的问题 明定三班互并比 制定合理工作量 以及期望确保职场安全 改革轮半与跨科资源乱想 同时呼吁政府重视医疗专业 提供职业保障与合理薪资待遇 最后要求公部门依法履行健保制度 并在会议中纳入医疗劳工代表 只能治疗是修法 已经十几年没有修法了 但是修法没有成功 那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做 其实我们要服务很多的民众 然后很多的个案 可是我们却是变成是违法的行为 自疫情以后 医疗体系因过劳低薪等问题未能改善 加上成效不佳的改革政策 使职场环境持续恶化 让继承人员离职率再闯高峰 护理人员的薪水其实是 几乎是没什么涨劲的 近30年就是甚至是持平的状况 也会遇到蛮多就是职场纷争 就是职场霸凌啊 或者是就是医疗的环境上面的一些病人 也会有一些医疗纠纷 那就是其实整体来说 就是实习生都看得出来 我们的工作CP值真的很低 对并不是新进人员会想要 就是选择的行业 低薪工时长的职场现况 除了造成医护人员大量流失 更间接影响学生就读相关科系的医院 现在想要真的对医护有兴趣的 反而不敢去做 因为看到这么惨的待遇 跟这么惨的工作环境 会反而就却不如 医疗前线人员恶劣的职场环境 政府若无法改善 留不住救人 性人也不愿进入职场 恶性循环之下 危害的依旧是广大民众的健康 记者黎新宇 王华林 李雨昕台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不吾 way cho个充 MAR seeking 黑的呼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